据参考消息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网站消息称 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 日前在做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60分钟时说 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 不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不是全球新冠疫情 也不是日益崛起的中国 而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极端政治斗争 据报道 埃斯珀说他认为议员们无论属于哪个党派 在各种问题上都应该采取不那么极端的立场 只有这样做才能打破美国政府已经功能失调的困境 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报道称一直都是共和党人的埃斯珀 还对共和党内部的争斗进行了谴责 指责他的前上司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制造分歧缺乏核心原则和诚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